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追踪 宜兰罗东的银河游艺场 它所在的这一栋大楼 这个建筑物连同地下室 总共是有九层 那么里头除了游艺场 是分属在B1还有二楼 另外里头还有五层楼 是分属三家旅馆 那么现在游艺场爆发群聚感染之后 罗东镇长是亲自到现场 说这整栋大楼都已经封锁消毒 旅馆也会先歇业 不过台式记者实际的询问 其中两家旅馆业者 得到的却是完全不一样的答案 他们表示直到现在都还没有 接获任何政府单位的通知 或者是来函 得要暂停营业消毒 所以还是照常的开门营业 当地的卫生局甚至也没有派人员 到现场来消毒 情况令人相当担忧 这间银河游艺场它整栋大楼 其实楼上还有两间旅馆 但现在爆发群聚感染了 他们竟然还是可以开门营业 爆发无明确诊个案的银河游艺场 连同地下室总计九层楼 就只有一个出入口两部电梯 等于是只要在这里上班进出的人 相当大几率会接触到 离当要全面消毒 做消毒跟反控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等于说已经清空这样子 所以上面旅馆的部分也会先行 是 因为做全面消毒 都先行停贴了 对对对 罗东镇长亲自到场监督消毒作业 挂保证整栋楼全都会关闭消毒 九层楼里面当中有五层楼三间旅馆 也应该都在卸业消毒名单中 但马上被业者大打脸 我们这里是看新闻才知道 好像没有人帮我们消息 没有那是二楼的 那是二楼的 他们是真的 三间至少有两间旅馆业者 照常营业 业者也很无奈 直到11号下午6点 完全没有接到任何政府单位电话 也没说不能一夜 远够再担心 还是得硬着头皮来上班 我跟其他去确认过 那他们的说法当然是 如果没有便宜匡列 要求你们要居家隔离的话 就是正常上下班 自己主动打电话去确认 因为没收到他们吃汤 最离谱的是 卫生局来消毒两次 但却连旅馆大门都没踏进去过 爆发感染源不明的本土群聚 同栋楼旅馆现在没关门 没人来消毒 还开放继续入住 这漏洞要是不补 恐怕变成大破口 接下来到叶林凡宜兰采访报道